大家好 今天社长给大家开一套死亡搁浅的官方艺术设定集 作为去年的话题大作 即使你现在还没玩过 相信也会对死亡搁浅匪夷所思有极具科幻色彩的世界有着深刻的印象 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本设定集就为大家详细介绍了 诸如名堪 不乔英 BT这些戏份颇重的游戏元素 书中不仅有游戏首席概念美术师 新穿杨丝的珍贵原画 更是收录了大量未曾公开的原始画稿 以及小岛秀夫的种种设计理念细节 书的封面采用了游戏中的经典场景 名刊 标题和logo以及侧边都采用了烫金设计 全书一共256页 全彩同版纸印刷 拿在手里非常有分量 全书一共分为两大部分 角色与地点 角色部分涵盖了包括山姆 弗拉基尔 硬汉等重要角色 有很多细节与期用设定 比如为了凸显神秘感 弗拉基尔在早期原画中 就一头遮住眼睛的短发式人 硬汉的原始画风则更加粗犷 没有使用后来的面具设定 而诸如米尔人 恐怖分子这种在游戏中不露脸的普通角色 你也可以在书中找到大量的细节画稿 设计之初的米尔人 外形略显臃肿 经过了数个版本的修订 才成为了我们现在游戏中所看到的造型 游戏中的重要生物BT 同样也是经过数次迭代后的产物 通过设定集 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BT外形种类更多 更加瘆人 而且看起来更有攻击性 另外 许多在游戏中无法看清细节的物品 比如载具 武器 你也可以在书中找到完整的设计草图 设定集还收录了各大节点城 以及分化场 米尔人营地的初始设计和演变过程 连山姆的私人套间 你也可以看到风格迥异的不同版本 最后还有很多重要情节的场景概念图 从这些概念图中 你甚至能够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死亡搁浅 这本设定集目前已经在油盐社淘宝店开卖 原价256元 在6月19日前预购只需要228元 预购期间入手 还会赠送一套精美的死亡搁浅主题书签 一套10张 涵盖了游戏中的主要角色例会 不论你是已经体验过游戏的老玩家 还是正在打算入坑的新人 相信这样一本设定集都是你快递路上的贴心版驴